大家好 我是同哥 我們今天要試駕的是最新2024年款的 FOR KUGA ECOBOOST 180 ST-LINE SPORT 以KUGA ST-LINE來講 它之前是搭配了ECOBOOST 250 250B 4缸引擎 然後它還搭配了四輪傳動 當然相對之下入門的門檻就比較高 這個設定不一定要2.0T 其實出1.5T就好了 有了這個ST-LINE的外觀 其實這部車應該也是非常熱門 終於到2023年它推出了這次的ST-LINE 這個180匹馬力其實在KUGA上面就已經很夠用 相對之下呢少了四輪傳動的這個後軸 雖然少了一點穩定性 但是尾巴反而可以帶得出來 就是獨立後懸吊的那種穩定的滑出來 而不是那種扭力量滑出來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說 反而有一個長大的剛好成熟感 那三缸引擎的震動呢 在這個ECOBOOST 180來講也是抑制的非常好 2.0的ST-LINE它的前下支幣是鋁合金 但是呢1.5的還是剛制的下A倍 2.0ST-LINE是專屬的ST的運動化避震器 這也是一些差別 當然我們現在在開180ST-LINE的時候呢 你可以感覺得到 其實車身的設定是比250ST-LINE舒服的 車子給我的信心還是非常好 沒有所謂的這個跳動感 也不會有所謂的側滑感 像現在這邊我們在彎裡面 輪胎還是可以很精準的抓著地面 不會讓你有那種害怕的感覺 或者說有那種側滑側側那種感覺 所以落葉也是要小心 因為落葉對不起是沒有任何抓地力的 所以看到落葉也是要放慢 也不要踩死煞車 就是讓它保持一個比較低的速度過彎 就可以有很好的安全感 當然我們現在是下坡 但是感受一下 我們在踩油門出彎的時候 其實它的動力還是不錯的喔 其實它轉向精準度還是很好的 我剛剛方版一打 它還真的是比我想像的轉得還多 所以它的精準度還是非常夠的 那因為是雨天 所以你也不會聽到輪胎叮叮叫的聲音 那我在彎裡面呢 保持這個一定的速度 其實這部車的加速力真的是很好 跟一些CVT的同級對手真的有差 那而且它也有換檔撥片 連退四檔 其實是非常夠用的喔 一點都不會覺得說 這部車有這種重拖的感覺 尤其是車身剛性讓你覺得 這部車真的是非常穩 C2平台用了非常多高剛性的膨剛 還有甚至於是像防滾龍一樣 從A柱一直到B柱到C柱才停下來的膨剛 這個部分就像是一個防滾龍一樣 裝在車內 所以你會感覺到這個車身的剛性 非常的好 你會覺得說這部車整個就好像 真的是一整塊剛做出來的 這種的剛性真的是非常好 像我們現在的煞車 車頭也不會沉點下去 也不會讓你覺得說 哇靠我煞車煞不下來那種感覺 它的煞車系統其實也是Continental 採用了EBB的電子煞車輔助 它用的是電子的真空棒 不管你在ACC自動煞車 它可以非常精準 你可以感受到Focus或者KUGA 它在做ACC的動作特別的平順 它的動力180匹為什麼 因為它比Focus少了兩三匹 但是它要的是扭力 所以它的扭力25.3 它的發力的轉速是比較早的 這樣子的話 你在這種比較重的車型 當然你就會有比較好的駕馭感受 動力比較會隨傳隨到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配上巴速變速箱 重彩油門其實它的加速性真的很好 遠比CVT 這種CVT 拉了轉速 但是呢 車子沒有走的感覺好太多了 雖然說Honda也有很好的設定 然後Subaru也有很好的設定 但是呢 如果你的原來就是巴速自排 開起來就是不一樣 其實我們在出彎的時候 上坡出彎 我踩著油門 你可以感覺到輪胎的打滑 是非常少的喔 還是有喔 就是因為畢竟你是踩著油門出彎 當然記得喔 統哥說踩著油門出彎 不表示你是全油門喔 只是喊Hold在一定的速度 這樣的話 你整個車子的路線跟速度 比較行雲流水 像我們現在過彎的時候 給它一點點油門 你會感覺到 欸 輪胎在找抓地力 但是呢 基本上 還是非常安定的喔 像我們過一些 比較高的這種 凸起的坡道啊 它也沒有把你那種 丟出去的感覺喔 你就基本上其實 哇這個車子還是 抓地力非常好喔 搭配這樣的輪胎 其實在雨天喔 硬的懸吊並不加分喔 這樣子的設定呢 反而在雨天呢 給你更好的這種感覺喔 還是蠻不錯的喔 不會讓你害怕 但是呢也會讓你知道說 你的車速有起來喔 這種感覺我覺得就是 這種輕鬆快的感覺喔 而且呢尤其在雨天你可以這樣開 真的是不錯喔 ST-LINE的這個 所有的零配件呢 如果全部要 一件一件來算的話呢 其實配備要加三十萬喔 所以呢 它的 這次做出來的ST-LINE 其實講現實的 你可以 不需要花到這麼高的價錢 就可以擁有幾乎三十萬的 價值配備喔 當然 身為ST-LINE它的外觀 其實 不管是它的LED頭燈 不管是它的霧燈 還有它的水箱護照的隔閘 全部都跟250的ST-LINE一樣 不管是行李架 窗框 到後鏡這裡 都是黑化的處理 你一樣看到是19寸的圈胎 然後呢 配上紅色卡鉗 那這邊有個ST-LINE的BADGE 然後呢 差別是沒有全景天窗 可以看到尾燈的部分 也是LED的設定 下面是兩個真的雙出排氣口喔 進到內裝呢 當然可以看到也是ST-LINE 全部黑化的設計喔 只有一點點的金屬點綴 而且包含了黑色的頂棚 它還是有類碳纖維點綴 椅子很舒服 中間是擠皮 然後呢 這邊旁邊是皮質材質 而且有紅色縫線喔 這邊有八項的控制 然後呢 ST-LINE的名牌 配上鋁合金的腳踏板 這一切都是運動的表現 當然不要忘掉 還有B&O的音響 中間的數位儀表非常清楚喔 12.3吋非常大 其實很多歐系車型 現在還是10.25起跳喔 往上看抬頭顯示器 娛樂系統呢 還是8吋的螢幕喔 然後是Sync 3的設定 那當然呢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除了無線車充以外 USB-C跟USB的插頭兩個都有喔 然後這邊還有12V的充電 這邊是這個運動模式的選擇 然後呢 這邊還有雪地跟沙地輔助喔 其實福特搭配的Copilot 360 在美國的鑑定報告裡面呢 它的排名是前三名 統哥的眼裡 這一部車 除了有符合現在的流行 配備以外 還有它的look 那現在又可以用更好的價錢 記得喔 大家都在漲價 但是呢 它是減價的 這樣子的高CP值 絕對是你挑選中型休旅車 一定要看的一個車型 謝謝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後 這表示你們喜歡統哥拍的影片對不對 除了統哥的YouTube以外 Facebook跟IG大家都要訂閱追蹤喔 吧 吧